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吃过的我基本上都可以做的 不是太难的法餐那种 汤喽 我不记得了 当时有的时候我会研发一些新一点的 然后背传统穿材类的 因为一说到成都可能还会想到辣的东西 火锅啊什么串啊也就是这些 但我小时候有一个很便宜又很好吃的点心 叫做蛋烘糕 小的时候就是那种街边就有很多的那种炉子 然后它就有一个大概这样大的一个小的平底锅 然后它有很多个 然后就用那个鸡蛋跟面粉做的那个东西 然后它就倒在那个模具里面 它就会形成一个这样大小的一个点心 你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往里面加的那个线 就会觉得那个食物是一个很温暖的食物 那么那就是那种 咱们请不客气 我认识一下